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佳华 台湾首位女巅峰战士日前现身 陆军特战训练中心上市谢淑珍 是我国第一位女性突击兵 她克服低温和高海拔的压力 完成六周严格的山寒地野战训练 除了要懂垂降攀登的技巧 还要熟悉雪地战斗与雪地求生 训练规格比照男生 对体力和耐力都是很大的考验 谢淑珍表示作战不分男女 未来还想挑战国军高空跳伞的神龙小组 手持步枪专注观看四面八方 加上坚定的眼神 超帅气 但她可不是男儿生 而是国军首位特战女性突击兵谢淑珍 在标高三千多公尺的五岭山区 谢淑珍背着重达十五公斤的装备 与特战弟兄一起架设吊桥横渡山谷 除了攀登结神 他们还要能够在冰冷跟稀薄的空气中野炊 搭帐篷 接受高寒地的严苛训练 对体力耐力都是恒大考验 在受训过程中 就是会遇到 就是身体上的问题当然是一定会的 但是在在作战的时候 通常是不分男女 就是一视同仁 然后受一样的训 做一样的事 夏淑珍在去年九月完成突击兵的训练 成为国军第一个女性突击兵 近日在高海拔的五岭营区 接受六周的山寒地特种作战狮子班训练 成为此狮子班第一个女性学员 山寒作战主上市助教关力联表示 这是她第一次接到女性学员 刚开始很担心她的体能状况 但实际观察后发现 谢淑珍真的令她光目相看 刚开始的时候 我很担心她的体能状况 以及她的保温状况 但是经过我观察 多日观察的时候 发现许多同仁都会协助她 在体能方面 她比男孩子强许多 尤其是她的意志力 还有不服出的精神 即使身体疲累 但谢淑珍秉持着 想做就做得到的信念 坚持要玩训 甚至未来还想要挑战 更高难度的神龙小组 庄社记者旅新会南投报导 拉开引线发射炮弹 国军动作迅速口号一致 不说不知道 他们都是金门县政府的聘雇人员 表演炮操跟镇港国军没有两样 是游客造访金门石山炮阵地 不可错过的亮点 不管是他们这个 含口令 操作 都是有板有眼 在推展观光 或是军事交易 有它正面的意义 金门近年推广战地旅游 许多两岸对峙时期 戒备森严的军事重地 陆续开放观光 民国52年 开挖的宅山坑道 总长357公尺 提供登陆小艇抢滩运补用 87年开放观光 连对岸游客都抢来一探究竟 坑道 哇那感觉是很壮观 因为它里面都是那些石头 都是 应该都是零工气砸出来的 这个应该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这种除了在这边 在大陆是看不到的 所以说金门让我的印象是挺不错 不然我都来了四次 除了一堵战地风光 游客来到金门 还能体验各式娱乐设施 部队柴撤后的上亿工兵营 活化再利用变身军事体验园区 开放不到一年 游客数已经破万 金门随着两岸情势缓和 许多营区退去军事色彩后 成为热门的特色景点 中央社记者猴之营 陈嘉瑜金门报道 北非国家图尼西亚惊传恐怖攻击事件 多名武装分子持枪攻击位在首都图尼斯的八度博物馆 造成至少二十亿人丧命 其中包括十七名观光客以及两名枪手在内 八度博物馆 禁临国会大厦是图尼西亚的重要观光景点 事发当时馆内约有一百多名游客 图尼西亚出动安全部队展开攻坚 紧急撤离人质 结束整起攻击事件 图尼西亚总理表示 目前仍有两到三名犯案枪手在逃 尽管攻击动机仍不清楚 不过图尼西亚政府近几个月来 打击伊斯兰号战分子 是否和八度博物馆遭到攻击有关 引发外界联想 这起恐怖攻击事件 严重打击图尼西亚的观光产业 联合国安理会以及美国和欧盟 都发表声明谴责 并向罹难者家属表达哀悼之意 中央社综合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三十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中华职棒中信兄弟的新球一 在球迷引颈期盼下终于苦光 由队长林威柱和彭正敏 林玉清三人当model展示 新球一依旧维持黄色基调 但设计更为年轻化 最明显的改变是吉祥物变威猛了 球队为了展现霸气 推出新的猛像图腾 对于外界质疑 中信入主兄弟后 去黄去相的传言 令对杨培红也特别澄清 因为这好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就是保留下来 那只在好的东西里面 我们做一个进化 或者说些微的一个调整 新球一将于四月底 正式比赛时登场 分为平日版寒假日版 平日版胸前改为英文字体brothers 搭配主场白色或客场灰色球裤 胸前第一颗红色钮扣 象征中国信托We are family的意涵 假日版则维持传统 黄衣黄裤搭配中文兄弟字样 今年球团非常用心 希望能够让呈现不一样的风格 给球迷看 那也延续了兄弟相的精神 然后希望球迷能够记住我们永远 还是兄弟精神还是存在的 中第25号起将在台中台北 进行主场五连战 主场开幕周 将推出向传奇致敬的活动 邀请酒迷曾经创造 辉煌历史的传奇球星重返球场 唤起球迷乘风已久的回忆 背号23号的彭正敏 公布第一位传奇球星 是同样23号的洋将陆毅士 恰恰表示当初球队 希望他延续气泡的传统 因此把23号给他 但他后来发现其实原因并不单纯 只有我才发现是因为23号 商品还没卖完所以 新团队加入后 兄弟队的行销手法更为灵活 杨培红表示景言中信兄弟 将端出十大主题活动 和球迷热切互动 庄社记者张新伟台北报导 日本人气动漫海贼王乳夫 这回他伟大的航道 你没看错 是推向东京铁塔里 为了庆祝海贼王动画15周年 这座海贼王主题乐园 让旅客到东京铁塔上夜景之余 也能和海贼王一起在铁塔中冒险 越着看好海贼王知名度 搭配特色餐点主题游乐设施 以及定时的军员表演 让海盗与海贼迷跳舞同乐 各种互动体验 创造一座长期经营的主题乐园 业者也表示 希望透过游乐园 将日本文化作品传到世界各地 这张社综合报导 美国和台湾环保署 去年宣布推动国际环保伙伴计划 目标在三年内 达成两国共85个中小学合作 提倡水资源保护和回收 提高下一代的环保意识 目前已有36个学校完成配对 其中台湾南华国小 和美国北切维契斯小学 共同参与计划 驻美代表神旅巡出席活动时强调 台湾发展科技产业的同时 同样致力推动安保 我们继续在三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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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旅巡也在校内参观学生 在生态保育的实际操作 他鼓励两校学童交流 分享经验 也欢迎大家来台 体验台湾的环保成果 中央社记者刘翰元 马里兰报道 全球暖化造成的极端气候 台湾也正面临68年来 最严重的干旱 根据联合国早先公布的资料显示 2030年全球供水量将减少40% 10年内将有48国 约29亿人受到水资源短缺的影响 各地的强水危机将严重威胁国家安全 3月2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将于新德里发布最新的全球水资源短缺报告 呼吁各国政府必须强化水资源管理能力 减少因短缺而造成的冲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黄家华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